欢迎回来下面继续学习第六章第四节 长期股价投资核算方法转换 我们在上一讲的主要讲解的是成本法转权益法 当然也是所有长期股价投资核算方法转换 账户处理的比较复杂的一种 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指点 供应价值计量或者是权益法转换为成本法 供应价值计量或者是权益法转成本法 这种涉及到的我们前面再学习本章第二节 其中的一个指点就是多次交换交易分布实现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或者是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我们先说第一种情况 多次交换交易分布实现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 那么关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我们在进行处理的时候 我们在讲述的时候 讲原理的时候 前面提及到采用的是权益结合法 我们先说第一种情况 那么针对远古权投资 是把它指定为以供应价值计量企业变动的 进入其他增合收益的非交易界权益供应投资 这是关于合并日之前的股权结构 甲公司是作为最终控制的 持有两家子公司 A公司和B公司 持有比例分别是100% 95% 那么其中A公司又持有B公司的5%的股权 这个5%的股权 刚才已经说了 是把它指定为以供应价值计量企业变动 进入其他增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供应投资 这是关于合并日之前的股权结构 这是关于合并之后的股权结构 也就是说合并时 A公司是从甲公司的手中取得 甲公司持有B公司60%的股权 持有60%的股权 就增持了60%的股权 那么取得之后 A公司持有B公司的储物比例就变成了65% 当然最终控制方甲公司持有B公司的储物比例 就有原来的95% 然后降为35% A公司取得B公司65%的股权之后 形成了对B公司的控制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因为合并方A公司与B合并方B公司 那么在合并之前 合并之后 同受了甲公司的控制 所以这种是我们所讲述的 多次交换交易 分布实现的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 65% 那么在A公司的个表上 要通过长期股权投资的还进合算 而这就是多次交换交易 分布实现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 那么针对这样的经济业务 我们在进行处理的时候 有几个要点需要注意一下 按照刚才所给的条件 原股权投资 是通过其他权益公司投资这个科目 来进行合算的 然后又从最终控制方 又取得60%的股权 那么储物比例达到65% 然后形成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 那么这个65%的股权 形成合并要通过长期股权投资的科目 来进行合算 所以在合并日需要解决第一个问题 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回忆一下我们本章第二节所讲述 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 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的确定 它是有一个固定的计算公式的 那么是根据合并日 因享有被合并方式的权益在最终控制方 合并报道中的上面价值份额 与这个最终控制方 收购被合并方式所形成的商与之和 然后这一点呢 我们在学习本章第二节是讲过的 所以这个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的确定 是有一个固定的计算模式 所以这个计算公式的我们要求 必须要被送下来 这个是我们在合并日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 关于长期股权投资 可以把它理解为所得 这个长期股权投资呢 实际上是可以把它理解为所得的 因为我账面上原来是没有长假公司 就是刚才我们举的这个例子 A公司个表上原来是没有长期股权投资 现在有长期股权投资 可以把它理解为这种所得 那么关于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和为增 这个为了新增投资 A公司也要付出一个对价 这个呢实际上是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 所失或者所支付的 简单理解就是我两个东西换一个东西 就这么简单 那两个东西换一个东西 那么换出去的东西 是不是得按照公允价值的不能 因为采用的是权益结合法 要站在最终控制方的角度 来看待这笔业务 就最终控制方法控制的经济资源 根本就没有发生变化 只是股权比例的发生变化 所以呢我们所支付的 或者我付出的这个对价 我们是按照的账面价值 那不是呢按照的公允价值 第一点非常重要 那好 我付出的对价 就是我所失去的 以我所得到的中间呢 进行这个两个结合呢 进行比较 那如果金额不相等的话 是有一个差额 这个差额只能尽权益 不能尽损益 还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权益结合 那差额呢 是要先调整的资本攻击 资本益价或者是股本益价 当然这个调整的是 包括调增和调减 那如果是调增的话 比较简单 那差额就代替资本攻击 资本益价股本益价 那如果是调减的 调减就充资本攻击 资本益价或者是股本益价 那如果说资本益价 不足充减的情况下 我们还需要呢 继续充减的流程收益 当然这个充减呢 肯定是一次充减 先充减营运功击 营运功击负责充减的 然后再进入到呢 利润分配呢 为分配利润 这一点呢 我们在学习本章第二节的时候 已经讲过了 这是我们讲的 多次交换交易 形成同一控制下的控股隔壁 第一个要点 初始投资成本的计算 第二个 差额怎么进行处理 特别是付出的 对价不能按供应价值 还有一个问题呢 需要解决 原来账面上 是有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 现在形成 同一控制下的控股隔壁 账面上没有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 有的是长期股价投资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那么在合并日 是不是适同销售呢 就适同处置呢 不是的 还是权益结合法 所以呢 在合并日之前 关于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刚才已经说 是按照账面价值来进行截短的 不是按照供应价值 所以呢 合并日之前 与这个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 要注意了 在合并日呢 我们是暂不进行处理 我们只是说暂不处理 并不是说他不处理 只是说今天合并日是不处理的 那什么时候处理呢 告诉你的 等到以后处置投资时 比如说这个65%的 长期股价投资 这个65%的股权 我们是给它 确认为长期股价投资 等到我处置的时候 比如说我处置了 5%的股权 我再按照处置比例 把这个合并日 没有处理的 或者没有截转的 其他综合收益呢 给它转出去 那么在截转的时候 是要转入到了流水收益 这一点呢 我们在学习 第13章的时候讲过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形成的其他综合收益 不允许截转 既随意 只能截转的 既权益 所以呢 在合并日 是有这么三个要点 需要注意一下 原理搞清楚就可以 这是刚才的 我们所讲述的 关于合并日前 该金融资产所 进行其他综合税 为什么不处理 因为你是按照 账面价值转出去的 按账面价值转出去 不适同相受的 或者是不适同处置 所以是不处理的 如果这是公允价值 这个其他综合税 肯定要转出去 后面会讲到 多次交往交易 形成非统一控制下的 供服力 然后我们再结合 快递分动来掌握一下 关于合并日 该转换的相关的处理 那么关于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 怎么确定呢 刚才已经说了 是根据合并日 应享用被合并方 所持权益 在最终控制方 合并资报中的 账面价值份额 一辆句是账面价值份额 再加上最终控制方 起的被合并方 所形成的一个商业 这个是所得 这是所失 就是我所支付的 实际上是付出两个对价 一个是原股权投资 通过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科目来进行核算 是按照什么 是按照账面价值 当然你增持60% 你也还要付出 另外一个对价 可能是银行存款 或者是什么固定资产 或者是发行的 自称权益工具 总之来说的 我们都是按照账面 所不能按供应价值 这个叫所得 这是所失 所失一定不能按供应 因为它是同控 权益结合 那就把所得与所失 进行比较就是了 那如果所得大于所失 那肯定是带方差 那就带地的资本公积 资本一价 或者是公民一价 那如果说是所失大于所得 那就借方差 那借方差 我先冲谁呢 我先冲资本公积 资本一价 公民一价 那如果说账面上 没这么多资本公积 这个资本公积 资本一价 或者是公民一价 也就是说 关于资本一价 或者是公民一价 如果不足充减的情况下 那也就是说 我们继续要充减谁呢 充减盈域公积 那如果说盈域公积 它也不足充减的 那就把剩余的部分 全部给它进入道了 利率分配了 所以有些指标 你是必须要计算 在主关题里边 又可能会涉及到 会计非诺的编制 所以从两个方面 来进行掌握 这是刚才我们讲的借方差 是按照这个顺序 来进行充减的 这里边我们还需要 说明一下 就是刚才我们所讲述的 在河滨日 其他权益公积投资 在河滨日之前形成的 其他综合收益 那么在河滨日呢 它是不转入流程收益的 原理给大家讲解了 那么什么时候结转 等到处置长期股权投资时 再进行结转 转到哪里边去 转入到流程收益 比如说 那如果说处置之后的 剩余股权采用的是成百法 或者是呢 全法核算的 比如说原来我们是取得65% 等到以后 比如说我们处置的是 5% 那还剩多少呢 还剩60%的股权 那就是关于呢 处置之后呢 仍然采用的是成本法 那如果说 或者是呢 65%的股权 然后我处置了 40%的股权 那么还剩了 20%的股权 那就说处置之后 剩余股权采用的是 全法核算 那我在这种情形下 其他综合收益呢 注意我们是按照 处置比例呢 而进行结账 并不是把这其他综合税 全部给它转出去 因为你不管是成本法 还是权益法 那实际上账面上 还是有哪一个科目呀 长期股权投资 所以总是按照处置比例呢 来进行结账 那如果说处置后的剩余股权 它是改按呢 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呢 来进行跨离处理的 那你比如说 原储比例呢 就是合并日储比例不是65%吗 那么随后呢 我们对这个60%的股权呢 来进行处置 那可能比如说 我们是处置了60%的股权 的话剩5%的股权 这个5%呢 形成不了控制 功能控制 或者重大影响 所以呢 这个剩余股权呢 只能按照的 供应价值计量的 潜移工具投资呢 来进行处理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 我们是需要呢 把这个其他综合收益啊 在合并日 没有进行处理的 其他综合收益 那我在处置日的时候呢 要全部给它转入到的 留存收益 所以这里边呢 实际上是存在着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呢 在什么情况下 是按照处置比例呢 来进行结合 在什么情况下 我是全部给它转出去 所以这个要点呢 我们要求呢 还是要掌握的 下面呢 我们再看第二种情况 那如果说 远股权投资 失败呢 非内美以供应价值计量 起变动呢 进入当期随意的 交易集中资产 还是那个股权结构啊 假公司是作为 最终控制方母公司 持有两家子公司 A公司和B公司 那么其中A公司 又持有B公司呢 5%的股权 那么A公司 持有B公司 5%的股权 按照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 是把它非内美以 供应价值计量 请及变动的 进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那么现在呢 A公司从假公司的手中 取得假公司 持有B公司的 60%的股权 也就是增持了 60%的股权 增持之后 A公司持有B公司的 主比例呢 就达到65% 那么最终控制方 也就是假公司 持有B公司的股权 只有多少 只有35% A公司持有B公司 65%的股权 形成控制 这又合并吗 而且合并方 A公司 被合并方 B公司在合并前 或均售假公司的控制 这就是我们讲的 形成的是 同一控制下的 控股合并 那如果是属于 该种情形下的 相关的一个转换 应该怎么进行处理 这是刚才呢 我们举的这么一个例子 也股权呢 是作为交易金融资产 然后增持到60% 形成的是 同一控制下的 控股合并 个别报表上 这是65%的股权 需要通过 长期股权投资 这个科目来进行 核算 还是一样的套路 首先先计算 长期股权投资的 初始图的成本 同一控制下的 长期股权投资 它的初始投资成本的 确定 都是按照这个套路来的 就是按照合并日 应享有被合并方 做的权益 在最终控制方 合并财务报表 账面价值的费额 加上最终控制方 取得被合并方 所形成的商与之和 还是按照我们 本章第二节 那个套路 来计算 同一控制下 长期股权投资的 初始投资成本 这算一个初提点 那么第二个初提点 对于这样的业务 它就把它理解 为什么 两个东西吗 我主要是付出 两个东西 来换取的是 一个东西 当然 我付出的对价 一共是两个对价 然后与取得的长途之间 金额要进行比较 因为是形成的统控 所以我们付出的对价 都是按照账面价值 不能按公益价值 这一点一定要切记 那就是我付出的两个东西 来换取的是一个东西 这是我的所识 这是我的所得 中间是有一个差额 当然这里面注意的是 我们是按照账面价值 不能按照公益价值 那就账面价值之和 以我所得到 长期股权投资所计算的 初始投资成本 来进行比较差额部分 差额的部分 还是要进入到权益里边去 不能进入到损益 还是刚才讲的权益结合法 随时里边就需要注意 第一个初始投资成本的计算 第二个 我付出两个东西 付出两项 两个对价 来取得长期股权投资 差额怎么进行处理 还有第三点 需要注意的是 那么针对合并日之前 交信金融资产 形成的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还要不要转出去呢 注意了 不要再给它转入到的 投资收益 这一点呢 也是需要注意 那结合快递分子 来理解一下 这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形成同益控制下的 共同合并 长期股权投资 把它理解为所得 借记长期股权投资 金额怎么确定 刚才已经说过了 不再重复 带即交信金融资产 账面价值 带银行存款 固定资产清理 或者是股本 也是按照账面价值 不能按照公允价值 这是所得 这是所失 所得与所失之间 是有一个差额 差额如果是带差 带资本公鸡 资本一价或股本一价 当然如果不是带差 如果是借差呢 说所得大于所失 这个小于所失 那应该是借方差 借方差先冲谁呢 借方差我先冲资本公鸡 资本一价 或者是股本一价 当然如果说账面上 没这么多资本一价 或者是股本一价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不足充解时 我们在充解谁呢 盈与公鸡 那如果盈与公鸡 仍不足充解了 那就全部给它 进入到哪里面去呢 利率分配的 会分别利率 所以呢 如果是借方差的情况下 我们是按照这个顺序 来顺序一次充解 不是按比例充解 这一点需要切记 一定要注意 它的出题点在什么地方 刚才都已经介绍了 那怎么圈一圈二圈三 我们再看第三种情形 如果说原股权投资 是权益法下的 长期股权投资 这还是这个 合并日之前的股权结构 这家公司还是作为 母公司 作为最终控制方案 它是持有两家子公司 A公司 B公司 那么其中A公司 有持有B公司的 25%的股权 这个25%的股权 是作为呢 A公司权益法下的 长期股权投资 那么现在呢 A公司是从 甲公司的手中呢 它是取得了 40%的股权 取得完之后 原来持有的是多少 25% 又增持了40% 所以呢 是65% 那么关于最终 控制方母公司 那么它持有呢 B公司的股权 比例呢 自然就下降为呢 35% A公司持有B公司 出比例呢 是65%形成控制 当然这个控制呢 应该是 同一控制下的 企业合并 因为合并方 A公司 B公司 被合并方 B公司 那么在合并前 合并后 同受了 甲公司的控制 所以呢 先把他的合并 类集呢 给他判断正确 这就是刚才 我们所提到的 数一多次交换交易 形成的 统一控制下的 控股合并 那么针对 A公司来说 现在持股比例呢 是65% 形成控制 个表上 要通过长期股权 投资这个科目呢 来进行处理 首先第一步 还是那个套路 先计算呢 长期股权投资的 初始投资成本 还是按照这种方法呢 来进行计算的 按照哪一种方法 我就不再重复了 再重复 你就该烦了 所以呢 我们这种方法要求 必须要给他配送下来 这是第一个出题点 第二个出题点 这个业务 在合并日呢 应该怎么理解呢 就相当于是两个东西 换一个东西 哪两个东西呢 就是权益法下的长途 加上为了增持这60% 我们也是要付出一个对价 两个换一个 当然我们所付出的对价 依然是按账面价值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 还是什么 还是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所以呢 付出对价的账面价值之和 按照这种方法 所计算的 长期股权投资的 初始投资成本 然后这两个金额呢 仅比较 差额的部分 还是只能进权益 不能进损益 一两句 初始投资成本 怎么计算 差额怎么进处理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 那原来是权益法下的 长期股权投资 我们在学习 第三节的时候呢 是讲过权益法下 长期股权投资 那么它的一些 后续技能问题 权益法下的 长期股权投资 可能在持有期间 或者在合并日之前 可能会形成 比如说 其他中复收益 资本攻击 或者是其他资本攻击 那么在合并日这一天 与原股权投资 相关的 其他综合收益 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要不要在合并日 给它转出去呢 我们看一下 准则的规定 那么针对呢 原权益法下的 长期股权投资 合并日之前 所形成的 其他综合收益 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那我在合并日 这一天是暂不进行处理的 那有的东西说 为什么暂不处理 原理还是刚才讲的 关键词 因为它是按照 账面价值转出去 某一个资产 如果是按照 账面价值转出去的 情况下 它实际上呢 不适同处置 所以呢 在这种情形下 原权益法下的 长期股权投资 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 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在合并日 这一天是不处理的 只是说 在合并日 这一天不处理 并不代表 以后都不处理 比如说 等到以后 处置投资时 再按照相关的规定 进行处理 那比如这个60% 我们以后再处置了 40%的股权 还剩25%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按照 处置比例 罢了 这个其他综合收益 或者是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的 按照处置比例 给它转出去就可以 结合快捷分路 那么首先 还是先计算 成本法下的 长期股权投资 那么它的初始投资成本 还是按照这个套路 来进行计算 所以公司必须要被送 这是所得 这是所失 当然我所失去的 都是按照什么 当然照片价值 不能按照供应价值 原理还是那个原理 全结合法 那么所得 所失 这个金额 要进行比较 如果是带方差 带资本攻击 资本应价 或者是股本应价 就可以 如果是借方差 那借方差 先冲谁 先冲资本攻击 资本应价 或股本应价 还是一样的 如果不足充电 那就算冲营运攻击 如果营运攻击 还不足充电 剩下的全部 给它进入到利率分配 或有分配利率 就可以 这个是按照 如果是借方差 我们是按照这个顺序 一次冲减 这里边需要注意 这里边我们还需要提示一下 也是刚才 我们在那个框框里边 所提及到的 就是 原权益法家的长期股价投资 合并日之前形成的 其他综合收益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注意了 我们在合并日 是不做账用处理 合并日不做账用处理 那么什么时候处理呢 等到处置长期股权投资时 我们再进行处理 那如果说以后 我们真的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了 那应该怎么处理呢 这里边又分析种情况 我们先说第一种情况 如果处置后的剩余股权 采用成本法 或者是权益法 你像刚才 我们所举的这个例子 现在储股比例 是不是已经达到65%了 等到以后 我处这个65% 我们先说第一种情形 第一种情况 如果处置之后的剩余股权 采用的是成本法 或者是权益法 比如说65% 然后我们是处置了10% 比如说5% 还剩了60% 或者是65% 我处置了40% 那么还剩了15% 那也就是说 如果处置之后 剩余的这个股权投资 采用的是成本法 或者是权益法 那么刚才没有处理的 什么其他 综合收益 我们是按照处置比例 给它截转到 留存收益 或者是当机所益 然后有的人可能会提到 另外一个问题 说什么情况下 其他综合收益 截转进留存收益 什么情况下 截转进行存益 那么这一点 我们再讲述 本节第一个指点 成本法 转权益法 所关于其他综合收益 如何来进行截转 适合大家做了一个归纳总结 那个表格必须要被送的 那么某些经济业务 所形成其他综合收益 是可以重分类进行损益的 那么某些经济业务 所形成其他综合收益 是不允许 重分类进行损益的 所以我们在上一讲 讲述那个表格 必须要给它被送的 那如果说处置之后的股权 改按了进入工具 确认和尽量准则的规定 来进行处理的 就是处置之后 剩余股权 比如说65% 我是处置了60%的股权 那么还剩了5%的股权 那么这个受益的股权 如果形成不了 什么控制中 这个控制 或共同控制中大影响 那你这个剩余股权 只能按照第22准则的规定 来进行相当快据处理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 那么其他综合收益 应当是要全部截拽的 就有到留存收益 或者是当机损益的 这里边需要注意的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原股权投资 在河滨日 没有处理的 其他综合收益 应该怎么进行处理 我们再说一下 关于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对于若处置之后的 剩余股权 采用成本法 或者是权益法 然后成本法 刚才实际上 我们也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说65%的股权 然后我们是处置了 比如说5%的股权 那么剩余的股权 是多少 60%依然还是控制 成本法还是成本法的格式 然后再比如说65% 然后我们是处置了 比如说1% 25%的股权 那么剩余股权 是40% 是权益法合算 所以处置之后的 剩余股权 如果是采用成本法 或者是权益法 实际上我们知道 成本法权益法 它实际上还是通过 哪科目来进行合算 还是通过长投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 河滨日 没有处理的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我们是按照 处置比例节转 就有到当机损益 那如果处置之后的 剩余股权 是按照了 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 来进行处理的 那么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我们是全部截转 这里边稍有点区域 那不管是按比例截转 还是全部截转 都是转到哪里面去呢 都是截转 就到当机损益 和我们刚才所讲的 其他中逢税益 是不一样的 其他中逢税益 有可能是截转的 尽损益 也可能截转的 尽权益 但是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不管是全部截转 还是按处置比例截转 都是给它转入到 投资税益里面去 那么下面我们再说一下 多次交换交易分布 实现非同一控制下的 控股合并 刚才我们讲的是 多次交换交易 实现同一控制下的 控股合并 采用的是权益结合法 那如果是实现的是 非同一控制下的 控股合并 非同一控制下的 控股合并 我们在进行处理的时候 在本章第二节 讲过它的原理 我们采用的是购买法 我们先说第一种情况 购买方在个别曹报法中 应当以购买日之前 所持有被购买方 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与购买日的 新增投资成本之和 作为该项投资的 初始投资成本 那有的同情说 你既然是采用购买法 我肯定是按照我付出 对价的公寓 来计算我的所得 就像我们到商场去买东西 到商场去买一件 一件商品 我花了一百块钱 那么这个商品的成品是多少 是一百吗 肯定是按照我付出 对价的公寓 那这里边 为什么是账面价值 它为什么不是 公寓价值 这里边实际上是分别 不同情况的 所以我们在进行 账务处理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远古前投资 它的分类问题 那考试的时候 它如果考你别书 都要选择题 考你表述 把这一句话 直接作为选择题的选项 那你准备这么规定 它肯定没有什么错误 但是在计算上 你就不能按照这种方法 这里边需要注意 所以在个别潮报法中 购买方应该怎么进行处理 先把这些话给它记住了 比较具有干扰的 就是这个账面价值 后面我们给大家做出一个解释 实际上是要分别的不同情况 我们先说第一种情况 如果形成控股合并且 简单来说 就是远股权投资 但是指定为 以供应价值计算起来变动的 只有其他综合收益的 非交易性权益供应投资 这是关于A公司 持有B公司 就在购买日之前 A公司持有B公司 5%的股权 其他第三方 持有B公司95%的股权 A公司持有B公司的 这个5%的股权 按照基金公司准则的规定 给它指定为以 供应价值计量 且变动技术 当期损益的非交易性权益供应投资 那么现在A公司 又从其他第三方的手中 又增持了 其对B公司60%的股权 那么现在呢 A公司持有B公司的 出比例呢 达到65% 当然其他第三方 持有B公司的股权比例呢 只有35% 这样就形成了控制 而且合并方A公司 B合并方B公司 在合并前 合并后 它是没有最终的控制方 所以呢 先判断合并类型 是属于非同一控制下的 结合并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 A公司持有B公司 股权益达到65%呢 形成了控制呀 在个别曹报中 要通过长期股权投资 这个科目来进行核算 那么这个长期股权投资 它的取得成本 应该怎么进行确定 结合一下 刚才我们举的这个例子 原股权投资 是通过其他权益供应投资 这个科目来进行核算 那么现在呢 又增持了60%的股权 现在持有比例呢 达到了65% 我们根据呢 刚才的举例 形成的是 同一控制下的 这个非同一控制下的 控制合并 先解决第一个问题 那就是购买日 这个长期股权投资的 初始投资成本 怎么计算 它还是两个东西 换一个东西 而且又是 非同一控制下的 企业合并 我们按照的是 我们采用的是 购买法 就是按照我付出 对价的公允价值 我不是付出两个对价吗 然后来换取一个东西 那就按照的 我们付出对价的 公允价值 相加 来作为 那个长期股权投资的 取得成本 这个道理应该很容易理解 这是我们讲的 第一个要点 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 怎么确定的 注意了 是非同控 采用购买法 是按照付出 对价公允价值 那么确定完了之后 这里边还要注意的 第二问题 因为这里边的采用的是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才能使用 按照公允价值来计算 长期股权投资的 初始投资成本 你既然是按照公允价值 那实际上就 适同什么 那就适同出售了 那么购买日的 公允价值 与其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还有购买日之前 所形成的 其他综合收益 我们是要全部 转入到 留存税益里面去 关于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 合算 我们在学习 第十三章的时候 是讲过的 所以这里边 主要是有两个要点 需要注意一下 初始投资成本的计算 原股权投资 是把它指定为 或者是通过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来进行合算的 那么在购买日这一天 实际上 对于原股权投资 是适同出售的 只不过呢 没取得现金而已 取得是什么 取得是一个股权 当然这里面 还有一个隐含的知力 就是我增持着 百分之六十的股权 我可能付出的对价 比如说是固定资产 或者是无限资产 那实际上 所支付对价的 公允价值和账面价值 还有一个差额 那只不过呢 从考试角来说 一般说增持百分之六十 都是付的是银行存款 那所以呢 一般是没有差额 当然如果要增加难度的情况下 有可能付出对价的可能 它有可能是 非货币性资产 我们再看第二种情况 若形成控股合并之前 对于这个 也就是说远股权投资 是非内委的 以供应价值技能 及变动进入 当期损益的进入资产 原来A公司持有 B公司是百分之五的股权 这是关于控股之前 就是购买日之前的股权结构 当然B公司的 其他第三方 一共持股比例是百分之九十五 那么现在呢 是A公司增加了 对B公司的投资 或者是从其他第三方手中 取得百分之六十的股权 这是关于购买日 A公司持有B公司的股权 达到了百分之六十五 其他第三方是百分之三十 形成的是控制 当然合并方A公司 被合并方B公司 在合并前后 它实际上是没有了 最终控制方 所以它是属于 非同意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那么首先 现在A公司持有B公司 就是百分之六十五的股权 在个别曹报中 肯定需要通过长期股权投资 这个科目来进行核算 那么这个长期股权投资的 初始投资成本怎么确定 道理还是那个道理 因为是非同意控制下 我们采用的是购买法 是按照付出对价的公允价值 那就是两个东西换一个东西 然后两者相加 作为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 这里边还要注意另外一个问题 原来账面上是有交信 现在没了 而且是按照付出对价的 公允为基础来计算取得资产的成本 所以按照公允价值 实际上就适同什么 他就适同出售了 要适同出售 所以在购买日这一天 远股权投资的公允价值 与其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这个差额是要记录到 当期损益投资收益 当然购买日之前形成的 公允价值编动损益 是不转入到投资收益的 那这一点也是需要注意的 当然这项规定的主要是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第二章准则应用指南 有这么一个例题 关于交信金融资产持有期间 供应价值编动损益 形成的供应价值编动损益 在处置时不再节转进投资收益 这一点我们在学习第13章的时候 也强调过 当然为了增加这60%的 这个股权比例 我们要付出一个对价 当然付出对价 付出对待供应价值和账面价值之间 也是有一个差额 还是难听话 考试的时候一般增值一部分都是用现金 那如果说原股权投资是权益法价的长期股权投资 原股权投资是权益法价的长期股权投资 A公司持有B公司25% 能够形成对B公司的重大影响 所以在购买日之前 这个原股权投资采用的是权益法合算 当然其他第三方持有B公司的股权合计量是75% 那么现在A公司从其他的第三方手中是又增持了多少 40%的股权 那么现在储物比例是65%形成对B公司的控制 当然合并前 合并方A公司被合并方B公司 合并前后它是不存在最终控制法 所以形成的是非统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 那么针对A公司现在持有比例是65% 那么这个65%的长期股权投资 到初始投资成本怎么确定 那么下面的结合图是 原股权投资是权益法下的长期股权投资 然后又增持了40%的股权比例 然后形成的是非统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 非统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 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怎么确定的 这里边薛薇的注意一下 针对原股权投资 那么在购买日 我们是按照的账面价值 关于新增40%付出的对价 我们是按照的供应价值 薛薇有点区别 然后两者相加 作为成本法下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因为是按照的账面价值 所以原权益法下的长期股权投资 那么在合并日 与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 或者是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就是在购买日之前 与原权益法下的长期股权投资相关的 其他综合税 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我们是暂不进行处理的 为什么暂不进行处理 因为我是按照账面价值 转出去的 我不是按照供应价值 如果是按供应价值 那肯定是适同处置了 所以是按照账面价值 所以是暂不进行处理 那什么时候处理 和我们前面讲的是一样 等到我以后处置的时候 我再进行处理 大家这个处置呢 可能是全部处置 也可能是部分处置 然后我们再回归一下 刚才我们所讲述 准则证明一下规定 多次交换交易 非不实现 非同一功能下的空目合并 那么在个别淘宝中 应当以购买日之前 所持有的被购买方的 股权投资的 账面价值 但是刚才我们讲第一种情形 和第二种情形 都是按照的 购买日的购买价值 只有第三种情况 远股权投资呢 是权益法下的长期股权投资 我们是根据购买日 权益法下的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价值 加上呢 为了新增这个 持有比例呢 所付出对价的 供应价值 考试的时候呢 分两种情况 那如果是考你表述 那准则规定 你不能说准则规定错了 那又按照这个 它的表述呢 来进行做答就行 但是如果考你计算的情况下 你得分三种情况 前两种情况呢 我们是按照购买日 供应价值为基础来计算的 长期股权投资的 初始投资成本 但是呢 第三种情况 我们是按照购买日 权益法下 权益法下 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价值为基础 来计算的 长期股权投资的 初始投资成本 按照账面价值 会对之前的其他综合收益 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是否结果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那么刚才呢 我们也提到了 原权益法下的 长期股权投资 在购买日之前 所形成的 其他综合 所以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呢 在合并日呢 是不做账务处理 我们只能说 暂不进行账务处理 等到以后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 时在那相关规定呢 进行宽地处理 因为增资之后 指数比例达到65% 我们先说第一种情况 如果处置之后 剩余股权采用成本法 或者是呢 前一法核算 刚才我们也举了一些例子 那65% 比如说是处置了 5%的股权 那么剩余的 持股比例是多少 那就是60% 那或者是呢 持股比例 65% 那么是处置了 40%的股权 那么剩余的 持股比例呢 我们采用的是权益法 那如果处置之后的 剩余股权采用成本法 或者是权益法核算 那你不管是成本法 还是权益法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其他综合收益 我们都是按照比例呢 来进行截转 这个其他综合收益呢 我们是按照处置比例 截转进流存收益 或者是当机损益 你不要再问我 在什么情况截转进流存 在什么情况截转进 当机损益 我们在上个之前已经讲过 那如果说处置之后 剩余的股权 是改按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 来进行快据处理的 比如说 购买日的持股比例 是65% 那么以后期间呢 我们可能要进行处置 比如说处置了60%的股权 那么还剩了5%的股权 那就是关于呢 这个剩余股权 改按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 来进行快据处理 那么其他综合收益 可不是按比例来进行截转 而是全部截转 可能截转进流存 所以也可能进入到了 投资税里面去 好我们再说一下呢 关于于权益法价的 长期股权投资 相关的资本工具 其他资本工具 在购买日不处理 等到以后处置的时候呢 再按照相关的情况呢 给它转出去 那如果处置之后 剩余的股权 采用长期股权法 或者是权益法下 权益法可算的 那我资本工具 其他资本工具呢 我们是按照处置比例呢 给它截转进入到当期损益 这里面可没货 这种情况是有货的 就其他综合收益 可能截转进行 什么当期损益 可能截转进行流存收益 结合一下呢 我们上一讲 所给大家总结的 关于其他综合收益 在什么情况下 可以重分的进随 什么情况下 可以重分类的进权益 那如果处置之后的 剩余股权是改按了 进行工具 确认和尽量准则的规定呢 还经处理的 那刚才实际上也举例了 65%的股权 我处置了多少呢 60% 那么剩余股权呢 还有85% 而这个剩余股权呢 是按照第22准则的规定的话 已经处理 那么原来购买日 没有处理的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应当是要全部解转 尽随意 那么刚才呢 我们讲解的是 公允价值计量 或者是权益法 转成本法 和我们这一章的 第二节的相关内容呢 是 有些内容呢 是相一致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呢 这么一个例题 多次交换交易 非不实现 非同意控制下的 控股股币 A公司是以 2018年的3月 以2000万元 起了B公司的 5%的股权 对B公司呢 是不具有重大影响 所以呢 在2018年的3月2日 对这个5%的股权 A公司把它分类为 以供应价值 计量且其 变动进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 集中资产 就是我们在 第13章所讲的 非交易性 权以供给投资 按供与价值呢 来进几点 时间来到了 二某19年的4月1号 A公司又斥资 两五千万 自C公司 取得B公司呢 50%的股权 那原来 储股比例是 5% 现在呢 又增持50% 储比例达到了 55% 然后假定呢 A公司在取得 对B公司的 长期股权 都此之后 B公司呢 是没有发放的 现金股利 A公司原持有 B公司 5%的股权 与这个 二某 这个2019年 3月31日的 供应价值 是两亿 这个2500万 而且又告诉你 与20某九年 4月1日的 供应价值呢 是相等的 那也就是说 20某九年的 4月1日 这个其他 权影工具投资 它的账面价值 和供应价值 都是2500万 那么累计 就到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额呢 是500万 因为取得成本 是多少的 因为它的初始 投资成本 是2000万 到了20某九年的 3月31号 它的供应价值 是2500 所以整个累计 就到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额 那就2500 减去呢 减去2500 所以计算 结果呢 就500万 而且又告诉你 A和C是不存在 任何关联方关系 那首先先判断 它的这个类型 A公司是通过 分布购买 最终达到了 对B公司的控制 而且A公司和C公司 又不存在 任何关联方关系 所以呢 这个合并类型 应当判断为呢 非统一控制下的 控股合并 这个在主关题里边呢 可能要求我们 做出一个判断说明 所以呢 你不要把重机呢 说一直关注 什么快递 非诺的偏执 还是那句话 快递最难的是确认 所以呢 先判断合并类型 你的合并类型都判断错了 你的账务处理 不可能正确 那实际上就是相当于 两个东西换一个东西 把它形成的是 非统一控制下的 公共合并 长期股签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的确定 是按照购买法 实际上就是按照 付出对价的 供应价值 所以呢 这个长期股签投资 那么它的一个计算 就是付出对价的 供应价值 就是在 2019年的4月1号 A公司斥资 2亿5千万 第一个对价呢 是2亿5千万 银行存款吗 还有一个对价 2019年4月1号 原股签投资的 供应价值 但是告诉你了 2019年4月1号 这个全原股签投资的 供应价值 是2500万 所以呢 就是2亿5千万 加上了2500万 然后带记忆的是 其他钱与供应投资 这个可是账面价值 这个2亿5千万呢 这个是供应价值 所以呢 这个供应价值和账面价值 那它实际上是同一个数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笔费路 它实际上是没有一个差额的 然后带银行存款 是2亿5千万 当然 我们需要呢 这个是形成非统一 控制下的控制合并 针对原股权投资 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呢 要全部给它转出去 那就是诚意呢 10% 节转的话 这个其他综合税 只能节转进全益 不能节转进损益 所以诚意10%是 记录到银公斤 然后诚意呢 90% 我们是记录到的 利润分配的 为分配利润 那么我们这一题呢 最关键的部分 就是关于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的确定 是按照付出对价的 公允价值 来作为的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的确定基础 因为采用的是购买法 把这一题呢 稍微的 再拓展一下 说假定 A公司于2058年的3月 它是以1亿2千万 取得B公司的 20%的股权 这个20%的股权 能够形成对B公司的重大影响 随时签码核算 那也就是说 原股权投资是 权益法价的长期股权投资 当年度确认 对B公司的投资收益呢 是450万 2019年的1月 A公司呢 又斥资1亿5千万 自C公司取得B公司的 30%的股权 原来储股比例呢 是20% 现在储股比例呢 是30% 达到了储股比例呢 50% 而且明确告诉你 可以控制B公司内容 那就合并了 那么A公司除了净利率之外呢 没有其他所有权益变动 按照经历的10%呢 来提起一公斤 A公司对长期股权投资 没有积极任何简直准备 其他资料投资 那就是 其他资料投资 还是形成非统一控制下的 控股比例 但是原股权投资 它可是 权益法价的长期股权投资 所以呢 在购买日 A公司应当进行呢 如下账务处理 就增资这一部分呢 赤资是1亿5千万 你都用银行存款嘛 购买价值 账面价值肯定都是1亿5千万 所以中间是没有差 所以借记的长期股权投资 大借的银行存款 但是关键点是 购买日 这个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是多少 原来权益法价 长期股权投资 它的取得成本呢 是1亿2千万 那么在购买日之前 权益法价呢 它实际上还要确认 450万的长期股权投资 是什么 随意调整的 所以呢 要加上多少 450 这就是前面的 我们所表述的 持股比例呢 原来是20% 然后呢 又增加了30% 然后持股比例达到50% 然后明确的告诉你 它是非同空 那么在这一天 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是多少呢 我们这个是按照什么 按照账面价值 这个是按照的付出对价的什么 公允价值 然后呢 来进行的相应的计算 那么在购买日这一天 原权益法下的长期股权投资 那么就是1、2千万加上多少呢 加上450万 为了增加这30%的股权 我们付出对价 可是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的贵价值和账面 和它的账面价值 实际上是同一个售 所以我们再加上多少 1、5千万 所以计算的结果呢 就是27450 那实际上呢 考试的时候 如果要求我们编会计分录的话 用到明细科目 那实际上我们知道成本反向的长头 和权益反向的长头 它的明细科目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那实际上我们就需要把权益反向的 长期股权投资 那些明细科目全部转到成本反向的 长期股权投资 当然我们这里边的这个例子呢 重点是计算 也就是购买日 长期股权投资上面价值是多少 我们再看第三个指定 公允价值计量转换为全反合作 我们看第一种情况 原股权投资 为公允价值计量 其极变动 就是当其损益的金融资产 当然这种方法下的转换 一般都是通过增加的持股比例 这里边呢 我们先说一下第一个指标 就是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来计算 结合这个图示 可能掌握的更好一些 而原持股比例呢 是5% 按照第二十二准则的规定 给它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请进行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通过交进金融资产 这个科目的发行核算 那么现在呢 又增加持股比例30% 增加持股比例30%之后啊 现在持股比例达到35% 假设形成重大影响 缺乏合算 这就是我们讲的 公允价值计量转缺乏吗 那么这个长期股权投资 是合并形成的吗 不是 没达到控制呢 虽然这个长期股权投资呢 应该是属于合并以外的方式 所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我们在学习第二节的时候呢 讲过 长期股权投资的取得 不就是合并方式取得 和合并以外的其他方式取得吗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是属于合并以外的 其他方式取得 它实际上就是按照的 付出对价的公允 来计算的所得的 简单来说 就是两个东西换一个东西 就这么简单 那就按照我付出对价的什么 公允价值 财务还是购买法的 用两个换一个吗 那我取换入的这个资产 自然是按照我付出对价的公允 相加就行 所以我们是按照付出对价的公允价值 之和来作为权益法向长期股权投资的 初始投资成本 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 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怎么确定的 公式根本不需要你来进行背诵 原理搞清楚就行了 并非合并形成 和并以外的其他方式 所以我们是按照付出对价的公允价值 来作为长期股权投资 能往它的初始投资成本的计算 但是这事没完 因为在这一天呢 它实际上是属于权益法向长期股权投资 那么它的一个取得 那又涉及到了我们这一章的第三节 权益法向的长期股权投资 那我在取得之后呢 还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初始投资成本 要不要调整的问题 当然第一步先正确计算 初始投资成本 计算完之后呢 我们在这一天呢 还要做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需要比较一下呢 这个初始投资成本 与英详有背头 当然可变进资产 供应价值的份额 然后再做呢 相应的账户处理 比如说初始投资成本 大于英详的份额 差额的部份呢 是作为内涵商业 反映在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中 是不进行了账户处理 当然如果初始投资成本 小于英详的份额 差额的部份呢 是要记住到影音外收入 当然同时呢 还是要调整的 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这是我们讲的 第一件事情做什么 第二件事情做什么 那么还有一件事情 那也就是说 在转换日这一天 账面上可没交易性金融资产了 而且呢 它是按照公允价值 转出去的 那也就是说 这个交易性金融资产 实际上在转换日这一天 是适同怎么样了 它实际上就适同处置 或者是销售了 所以呢 转换日的供应价值 和转换日的账面价值 它是有一个差额的 因为是适同处置 因为是按照公允价值 转出去 所以供应价值和账面价值 是有一个差额 差额即投资收益 所以呢 在转换日这一天呢 我们需要做三件事情 这个表述呢 实际上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做三件事情 初始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的计算 因为是形成权益法 这样的长期股权投资 所以呢 在转换日这一天呢 我们还要比较一下 初始投资成本 与应享有的份额 输高输低 那么第三个要点就是 交信金融资产在转换日 供应价值和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要不要进行处理的问题 当然需要处理 我们再看第二种情况 那如果说远股权投资 是作为呢 以供应价值计量 进行变动 进行其他综合收益的 非交易性权益供应投资 那实际上也是涉及到 三个出题点 远股权投资 逐比例是5% 按照第22整层规定 把它指定为 以供应价值计量 起立变动 进行其他综合收益的 非交易性权益供应投资 通过其他权益供应投资 这个科目来进行核算 那么今天呢 我们是增持30%的 储比例 增持之后呢 储比例达到35% 形成对被投资单位的 重大影响 缺乏合作者 当然 这个长期股权投资的形成 是合并形成的吗 不是 因为它没有达到的控制 所以它依然还是 合并以外的方式 所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所以我们就按照付出 对价的供应价值 还是那句话 实际上是付出两个东西 来换取的一样东西 那就是仓头 采用的是购买法 那么就按照呢 我付出对价的供应价值之和 转换日 付出对价供应价值之和 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 初始投资成本 这个初始投资成本 你必须呢 要会计算的 初始投资成本 确定完之后 这事还没完 回忆一下呢 我们在学习第三节的时候 讲过 全一番 初始投资成本 确定完之后呢 一定别忘了 要与呢 应享有的背头单位 可变境资产 供应价值的份额呢 来进行比较 当然比较到结果呢 会出现两种情况 初始投资成本 大于应享的份额 不处理 初始投资成本 小于份额 差额 需要调整长头的 投资成本 并确认了 领域外收入 还有一件事情呢 要注意 那就是第三件事情 那就是说 在转换日 因为其他 全影工具投资呢 它是按照呢 公允价值呢 转出去的 那今天是按照 公允价值呢 来转出去 那实际上 就是我们讲的 要视同怎么样 就是视同 处置了 所以呢 在转换日这一天 原股权投资 在转换日的 公允价值 与其账面价值 之间的差额 这个呢 是我们讲第一项 还有呢 原投资 因为公允价值变动 所形成的 其他综合收益 那么这两项内容呢 在转换日 都要转到哪里边去啊 或者是记住 转入到的 留存收益里边去 不能记住到的 当期损益 投资收益里边去 这就是刚才呢 我们所讲的 如果原投资 是该类集中资产的话 那么在转换日 需要有三件事情 首先是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的计算 公式 结合图示 要掌握 长期股权投资的 初始投资成本 确定完之后呢 一定要比较一下 在转换日 与应享有被投单 可边境资产 供应价值的费额呢 还请比较 当然会出现两种情况 到底是调整 还是不调整 那么第三件事情 就是关于原股权投资 在转换日呢 是适同出售的 所以转换日的供应价值 与其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要记录到流存收益里面去 这个在转换日之前 形成的其他中途收益呢 也要截转进流存收益的 当然可能结合这个图示呢 可能看得更为实观一些 下面看教材这么一个例集 甲公司以205年的2月 取得以公司10%的股权 然后对以公司呢 不具有控制 共同控制 或者是重大影响 那就说这个10%的股权 它是不适用 第2号等则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的规定 它只能适用了 第22号等则的规定 所以呢 甲公司是怕它非内为 以供应价值计量 企业变动的 进入其他增和收益的金融资产 当然正确的说法呢 应该把它指定为 而不是分类为 甲公司呢 将其指定为 以供应价值计量 其变动呢 就有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投资成本是900万 取得时以公司各项可变 进资产的供应价值 是8400万 而甲电的供应价值 与其账面价值相同 那就说其他权以工具投资 取得成本 那就它实际付出的对价 就是9000万 这个900万 那时间是来到的 2016年的31号 甲公司又以1800万元 取得以公司12%的股权 原来储物比例呢 是10% 现在又增持12%的股权比例 所以储物比例达到了22% 当日的以公司各项可变移资产的 供应价值总和 一共是1亿2千万 取得该部分股权之后 按照以公司章程的规定 甲公司是能够派人参与 以公司的财务和生产金决策 那就是说能够对被图搭配的生产金决策 产生出大影响 所以采用的是全法合算 那原来是供应价值计量 现在是全法合算 供应价值转全一法 那么假定 假公司在取得对以公司的10%的股权之后呢 实际上没有发生任何内部交易 以公司通过生产金活动实现的净利润是900万 没有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 而除了所实现的净利润之外呢 没有发生其他所有的权益的变动事情 2016年的3月1号 也就是我们讲的转换日 假公司对以公司投资 原10%股权的供应价值是1300万 原股权投资的供应价值是1300 原来进入到其他综合收益的 累计供应价值变动收益的是120万 那么这个计划他想说明什么 他想说明的就是 关于原10%的股权投资 在2016年的3月1号 也就是说他的供应价值是1300万 而他的账面价值 账面价值 原来取得成本是多少 原来取得成本是900万 这里面又告诉了 原来进入到其他综合收益的 累计供应价值变动收益的是120 那就是900加上多少 加上900加上120 那么计算结果是1102 这里面呢实际上是有一个差额了 差额实际上就是280万 货本会用到这个280 我们看一下相关的业务处理 首先是确认的问题 2016年的3月1号 就是我们讲的转换日 也就是转换日 那么转换日 假公司对于公司 原10%股权的贵价值是1300 以至抢戒 账面价值是多少呢 刚才计算结果是1020 1020 差额是要进入到流程收益 所以为什么 你还有一个差额 因为原持股比例呢 是10% 然后又增持了12% 所以现在持股比例呢 达到22% 然后形成的是一个 权益反向的长途 权益反向的长途 按照刚才呢 我们所表述的 原股我们在计算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的时候 是按照付出对价的公允 由这两个付出对价的公允 来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 初始投资成本 所以呢 原10%的股权投资 那么在转换日 是适同出售的 所以呢 今天是适同出售吗 那么公允价值和账面价值 自然是有一个差额吗 差额280万 当然这个280万 你不能进投资收益 因为它属于其他权益公寄投资 所以这个280万呢 只能进入到的权益里面去 所以差额是要进入到流程收益 那么同时因为 最佳投资改案权益法可算 原来与这个10% 其他权益公寄投资相关的 120万的其他中口 所以呢 也要给它转出去 也要转到的流程收益里面去 这是刚才呢 我们所做的分析 假公司对于公司 股权增持之后呢 出比例的达到了20% 那么初始投资成本 自然是按照付出对价的公寓 出比例 22% 10%加上呢 12% 原来股权投资 那么它的公寓价值呢 刚才已经说了是 1300万 为了增持这个12%的出比例 按照刚才所给的讲解 它又是 付出的一个对价是1800万 这就按照我付出对价的公寓吗 来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所以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呢 是3100万 那么在转化日这一天 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确定完之后 还要比较一下 应享有被投单位 可边境资产 供应价值的份额 那么根据所给的相关条件 也就是在206年的3月1号 以公司各项可变境资产的 供应价值总额呢 是1亿2千万 我们现在的持股比例呢 达到了22%了 所以呢 1亿2千万乘以22% 那么我们所计算的费额呢 是2640 初始投资成本是3100万 应享有的费额呢 是2640 初始投资成本大于应享有的费额 差额处理不处理不处理 这一部分呢 是属于内涵商业 是反映在了长期股权投资的 初始投资成本 所以呢 结论就是不调整了 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额价值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呢 相关跨地费路的编制 那么假公司将上述交易的 跨地处理途径 首先是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 3100 1300加上1800 按照付出对价的供应价值 来作为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的确定 为了增加 持股比例12% 支付的对价呢 是银行存款1800万 带银行存款1800 然后带记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这个是转换日的 账面价值 这个是转换日的 账面价值 以至条件 就是900加上120 1020 这个3100万里别 其中呢 是由1800 对应的是银行存款 但是呢 还有1300呢 是关于原股权投资 那么它的一个公允价值 所以呢 1300和1020 中间是有一个差额 差额呢 一共是280 280呢 按照10% 提起于公积 乘以10% 进入到了 一个公积 然后我们再乘以90% 进入到的利率分配 的会分配利率 当然 我们这笔快递费路 最关键的部分 就是关于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的确定 那么同时 针对原10%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那么在转换日呢 我们是适同出售的 所以呢 在转换日之前 原股权投资 所形成的其他综合收益 要给它转入到 留存税益里面去 所以呢120 我们是乘以的 10%进入到了 营工具 然后乘以90%呢 我们是就到了 利率分配的 会分配地 当然这一题实际上 有非常多的出题点 比如说在转换日 应当确认的 比如说 应当确认的 留存收益的金额是多少 确认留存收益多少 它可以这样来出题 所以说呢 要求是先把快递费路的 数量掌握 下面看2016年的 这么一个动画 选择题 甲公司 二亩一三年的7月 以860万元 取得100万股 以公司的普通股 然后在以公司 发行在普通股的 比例呢 是0.5% 然后是把它作为呢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呢 来进行合算 就是把它指定为 以供应价值计量 其次变动了 就有其他综合收益的 非教育性权益工具投资 那么以公司股票 二亩一三年的年末 收盘价是每股 10.2元 就是二亩一三年 因为是100万 100万乘以 二亩一三年的收盘价 每股10.2元 一共是 那就是 1020 那取得成本是860 那整个这个金融资产 它的供应价值 怎么就上升了 当然它是作为其他 权益工具投资的 供应价值的变动 是具有到其他综合收益 时间来到了 二亩一四年的 一月一号 这个四月一号 二亩一四年的 四月一号呢 假公司又出资 两千 这个两亿七千万 又增持了 以公司的储物比例 多少 15% 原来储物比例呢 是0.5% 然后呢 又增持多少呢 15% 那么现在储物比例 达到了15.5% 那么按照乙公司的章程 自己的股份之日 几公司能够向 假公司能够向 乙公司的董事会呢 派出成员 就是说能够参与呢 乙公司的生产金决策 那么当日呢 乙公司股票价格是 美股九月 二亩一五年的五月 乙公司经股东大会 批准进行了重大的资产重挤 时间来到了 二亩一五年 就是接受了其他股东的出资 假公司可没有任何动作 是关于乙公司的其他股东 对乙公司进行注资 当然就会导致呢 假公司持有乙公司的 这个持有比例呢 就会被稀释 那么假公司在该项重大重组之后 持有乙公司的股权比例是下降为 不是下降的 下降为 下降为多少呢 下降为10% 但是仍然能够向乙公司的董事会呢 派出董事 并对乙公司实加重大影响 那也就是说 那即使被稀释了 仍然是权益法合算 稀释之前 15.5%呢 他也是权益法合算 那不考虑呢 其他因素 说下来关于因为持有乙公司股权对假公司 各期间利润影响的表述 正确的有难性 我们看一下 A学习 二某14年持有乙公司 15.5%的股权 影响为乙公司的 净利润的费额 影响二某14年的利润 因为刚才已经说 这个15%的 15%的股权 我们是采用的 权益法合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合算 既然是权益法合算 那么在二某14年 以公司的利润 结合一下我们第三届所讲的 比如到实现的利润了 我们就诚意了 15.5% 然后借记长期股权投资 收益调整 代方式 投资收益 所以呢选项A 它的表现正确 选项B 二某13年 持有乙公司股权 期末供应价值 相对于取得成本的变动额 影响了二某13年的利润 那么选项B的说法呢 是不正确的 因为在二某13年 我们的出比例只有多少 百分之零点五 是作为其他权益公司投资的 还集合的 其他权益公司投资 供应价值变动 是要进入到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综合收益 它可不会影响利润 所以选项B的表述 是不正确的 也就是说 这个变动额 应该影响的是谁呢 是其他综合收益 而其他综合收益呢 它是属于所有者 全一类科目 它不是随理科目 我们再追求一下C选项 C选项是 二某15年 因为重大资产重极 相应享有以公司 净资产份额的变动 影响二某15年的例子 那么选项C呢 它的表述呢 也不正确 这就是我们前面呢 所讲解 权益法下的悲动吸失 悲动吸失之后 仍然还是采用呢 权益法 那么这个变动额 影响的是谁呢 影响的是我们前面 所讲过的就是资本攻击呢 其他资本攻击 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也就是说 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呢 是视同间接处置 我们是视同 我们是按照间接处置 所以呢 这个差额呢 只能暂时寄到了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到到以后真正处置的时候呢 再给它转到了 投的收益 所以选项C的表述呢 不正确 我们再看递选项 那么14年增持股 这个增持股份时 它不是增持了15%吗 那么与原所持有的100万的 以公司股票 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 也就是说 我们在做转换的时候 原来是0.5% 增持了15% 达到了15.5% 那么在转换日这一天 原股田投资的公允价值 与其账面价值 在转换日的这个股允价值 账面价值的差额 我们是给它进入到流存收益的 那既然差额进入到流存收益 流存收益自然不会影响了利润 所以呢选项D 那么它的表述呢 是正确 BC说法不正确 所以我们这题的正确选项呢 应该是A选项和D选项 那么针对呢 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转换 第二讲的讲解呢 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